上次我们说到 为了避开大黑天击雷山里头杀人于无形的精产 我退开堆积在天桥下面无数的干尸 当成踏脚石 一层层铺向通往祭坛的道路 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还有些放不开手脚 一来 是那些面上有两个大洞的干尸 实在过于面目僧灵 失去了生命的虚空虚寒 亦曾经都是有血有肉的生人 他们大多数 还保留着生前面对死亡时候的惨状 而是担心干尸的厚度 不足以抵消精产 又怕着这些干尸堆得不够稳阵 怕着踩上去会塌 但是到了后来 求生的欲望压倒了一切 根本没那么多讲究顾忌 除了阿香体力不够 又少了一只手 其余的人全部都拼命地搬尸 就连明叔也不顾得玩拼命地出力 因为大家心知肚明 这条用干尸铺成的路 就是从地狱返回人间的唯一通道 那么多的干尸 可能都在死后经过 恶罗海城祭司的特殊处理 完全脱了水 所以并不重 但是纵然是这样 我们四个人仍然累得满头大汗 没用了多久时间 干尸就应对到距离祭坛洞口不远的地方 眼睛再搬几十句 就可以铺上最后一段路 我心中一阵高兴 如果不是这些被挖了眼的干尸 这么巧都被调在天桥下面 数量有这么多 我想我们根本就没办法脱身 但是正所谓祸不单行 肥仔和明叔正在天桥下面 用灯山谷勾住这尸体往上传 我和杨雪莉将他们递上来的干尸 堆到前边 众人正各自在忙个不停 忽然听到头顶传你一阵阵奇怪的动静 众人听声都打了个突 听那些声音 好像是结晶体里头 有某种力量挤压所造成的 但是黑暗中看不到上面是什么事 只是听到头上精密中 密集的挤压碎裂之声 好像是一条有声模型的巨龙 由西至东 轰一声滑过 震到四周的精石 轰轰声在那扭震 动屈中的结晶体 如果站在旁边 你是不会觉得怎么样 但是在上边的精柱 七尖八角 那些无数的水晶蜜矿 就如同一重重倒缘 在头顶的锋利剑击 一旦跌下来 加上它的自重 无疑就好像是凌空重剑 巨矛地刺下来 听到头顶上精密的巨大开裂声 不禁人人自危 一分钟不到的功夫 众人眼前一花 只见十几米开外 好像一道流星般聚落 跌了一只天然精柱下来 在从窮炉顶脱离 跌下来的一瞬间 恢复了它的晶形光窄 风利的水晶蜜 带着破空的污名声 不停地聚落插入地面 一声巨响之后 整体的夜光 随即又被黑暗吞噬 正蜜聚落地面的声音 等你从震惊的状态中 回过神里 大黑天击雷山 先前不断发出的闷雷声 是在积累着能量 现在祭坛洞屈中的水晶层 已经不堪重复 开始破碎龟裂 密密麻麻的精蕁 将会不断地落下 除了躲入肉山的山幅之中 外边再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 但是如果没有干尸垫在下面 一踩在外边 立刻就会没命 这个时候离又不是 不离又不是 出于人的本能 肯定是想离的了 但是这些跌下来的兵鱼 毫无规则可言 不跑更好些 一跑的话 就有可能撞到影 而且也不可能看清楚再离 风利的追体 就如同流星闪电 速度实在太快了 在第一条精鱼 从上方精密脱离之后 紧接着头顶黑暗里头 又是寒光闪上 跌了几度冰冷的光芒 下来 有些离我们很远 但是其中一道 刚好出现在肥仔的头顶 我刚好看到 但是还没来得切叫他躲避 这道白光已经 飞的一声 落在肥仔的面前 肥仔脚下的干尸堆 根本承接不住半张桌 那么大 又薄又利 好像杂刀 那样的水晶块 凌角风利的水晶石 落在市堆上 连停都没停 就无声无息地穿丝而下 插入干尸堆里头 不见了 我见到对面肥仔面上 好像少了些什么 笑得很怪际 但是一时还没看出是什么回事 但是见到他没事了 正说另一转头招呼杨雪来躲避 那才突然发现 肥仔被尖上 突然变成殷红色 滲出鲜血 随即就血如全涌 越流越多 原来他被歌尖 被齐齐齐地切了一大坨肉 幸好斯堆是倾斜的 他为了保持平衡身体 也向前倾斜 如果是平地按照这个角度 土都要切埋 这个时候恐怕早就要开堂破土了 他根本没感觉到痛 直到发现鲜血涌出 才知道鼻歌损了 鬼杀这么吵地滚到较低的地方 将身后的名宿也撞下去 我想冲过去帮忙 刚刚埋出半步 只见又有一条多灵晶体跌在面前 不到半米远的地方 天桥上铺了四层的干尸 都被钉成了冰糖葫芦 后半部分四米长的最尾挡住了去路 头顶的震雷声越来越紧 跌下来的鲜血也不断增加 幸好这个动物够晒阔 重心极大 鲜血不只是局限于某一个特定的区域 从东到西散步在各处 没有任何规则 虽然是险障还生 但我发现跌之前是有先兆的 哪里即将跌下来呢 那里的精密就会其力连续发出响声 只要顶点来 还不至于无处躲避 不过我清楚 这个只是刚刚开始的热身运动 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 稍后会出现一种 犹如万箭齐射的情况 地面之上 将无立足之地 我见跌在下层丝堆上的肥仔 满面都是血地爬起身 用手掩住鼻 闹不绝口 老蓝啊 是我这么英俊 躲避坏了 以后还需要扣女的 我立刻叫明叔和阿香 叫他们从肥仔包里头 拿些龟壳帮他涂一下 这种子血的效果非常好 明叔不敢再自作聪明 拉着阿香和肥仔 一起躲进了天桥下边的死角里头 帮肥仔呼伤 我见他们躲的那个地方相当不错 于是想叫杨雪莉 都过去暂时避一避 杨雪莉看到洞屈里头的征速 落得这么紧 一旦有更大的征层塔下来 不是说是天桥下面的干尸堆 就连这个玉山都会不安全 唯有立即将凤凰胆 和带有鬼没记忆的水晶眼 放下去祭坛里 阻止着大黑天激雷山 继续坍塌才行 这个时候来不及说这么多话 杨雪莉的位置距离祭坛水池已经很近 唯有被他冒险一试 我将装着祭器的葵行袋抛了过去 阳雪莉接着 将附近的几具干尸推到前边 那里距离两个眼窝的水池只有十米 我以为他想直接在那里将眼球砍入祭坛 但两个水池的面积很小都是天然形成的 风水中所说的龙水也就是这些水了 各条枝干龙核的生死致唤也是从中而来 我虽然相信杨雪莉不会冒无谓的风险 这样做一定有他的把握 但毕竟成功与否在此一役 不由得为他抹了一颜汗 杨雪莉并没有在那么远的距离直接动手 显然他都没有十足的把握 他先是用狼眼手电筒照清了水池的方位 又将几具干尸推向前边 就在这个时候 头顶上面又跌了一块水晶鱼下来 将离他近在紫尺的一尊石人像凹肿 碎石分飞 水晶鱼跌了到天桥下面 而石人就摇摇晃晃的 一声嵩了地 挡住了杨雪莉继续前中的虚路 我在后边 完全忘记了身边晶鱼的危险 无比紧张地注视着杨雪莉的一举一动 只见他隔着石人形视了一下水池 后背一起一伏 好像是做了几次深呼吸 在动物里头闷雷声中 杨雪莉依然是全神贯注 将凤凰胆和水晶眼 按照壁画仪式中提示的对应位置 劈了入水池 凤凰胆和水晶眼 分别代表着 轨动那个世界的两种能量 而龙丹中的两个眼窝形水池 则是天人一体中 阴阳生死之说的交汇之所 也就是所谓宇宙全色卵中 圆同湖的交叉点 龙物尽头的阴阳生死之气 都好像两个船窝一样聚集在那里 相反的能量 可以将轨动中的物质现实化 使它真实地停在我们这个世界 也就是等于 切断了通向轨动所作的 虚数空间通道 背后的诅咒 也就算是有个宗旨 不会再被轨动逐渐吸去血红素 但是作为轨动祭品的乐人 就永远都不会消失 直到死为止 这些古老宗教的机密 大多数都很难理解 再加上凭空的推测 是不是真的可以起作用呢 事到临头 竟然连一分把握都没有 我目睹杨树莉 终于将凤凰胆 和水晶眼投入水池 但是一些解脱 和轻松的感觉都没有 心里头 有种难以形容的失落感 我们为了这一刻 已经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了 杨树莉回头看了看我 大概是由于刚才过于紧张 身体有点发抖 这个时候 动屈精层中涌动着的黑气 也在逐渐消退 附近开始恢复了冷漠的荧光 精层不再震动 但是仍然会有不少的精蕁 有可能会跌下来 震下震下地圆在高处 从密集的声响中 突然转为安静 我有点不是那么适应 抹了抹额头上的冷汗 对杨树莉说了 总算是结束了 我们终于坚持读了最后 熬过了黎明前的黑暗 总算是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了 杨树莉面上始终忧屈的神色 这个时候 也好像精层里头的黑气一样 消散了 虽然闪烁的泪光 在眼眶里头打转 但是这种是一种 如释重负的泪水 是啊 终于捱过来了 感谢上帝 让我认识了你 不是 我真的不敢想象 怎么样去面对这一切 现在我们应该想想 怎么回去了 华仙说了一本 就被天桥下的枪声打断 步枪的射击声中 还传来了肥仔和明叔的叫喊声 我心里头暗叫了一声 但又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杨树莉的面色也变怀 糟了 难道是制制的方式搞错了 我们不顾得想那么多了 拔枪在手 这个时候 已经不用再刻意踩着那些尸里走 顺着声 向天桥下边的尸堆冲了过去 就在快道尸堆旁边的时候 突然又觉得有点不对路了 有团冰蝎的透明东西 在黑紫色的尸堆上面 迅速地传了过来 好像是透切的水晶突然间有了生命 我还以为是眼花 但仔细一看 确实是有个透明的东西 在导致以极快的速度向我们靠近 究竟是什么形状根本是看不清楚 只是隐约见到 一个又扁又长的轮廓 移动的速度很快 我随即举起手枪 对了他开了一枪 但是枪声过后 干尸堆上面什么都没有留下 这个有如鬼味般的东西 眨一眼就消失了 我和杨出尼异口同声地问对方 是什么 这个时候 我忽然觉得背后面有轻微的响声 未来得及轻回来看 立刻扑在地上 只觉得后面肩膀 被一堆刀片同时画了一下 衣服被刮烂了一块 眼前又是一花 一团模糊透明的东西 从后面窒息而过 在干尸上还可以看得到他 但是他一旦进入水晶附近 就蒸发消失了 而且没有任何声音 这种模糊透明的东西 移动得非常快 而且不止一只 在侧面也同时出现了两三只 由于看不清楚 很难瞄准 子弹也有限 没有把握不可以轻易开枪 只要退回去后面 在地形合纱的天桥上 或者可以捕捉到目标 我和杨雪莉沿路退回 盡头的祭坛洞口 这个时候 肥仔和明叔那边的枪声 停了下来 不知道他们有什么闪失 但是这里偏偏又没办法脱身 心中越来越焦急 杨雪莉忽然对我说 向头顶开枪吧 原来这个时候 已经有十几团透明模糊的物体 跟着我们爬了上天桥 看形狀机好像是蛇 又好像是鱼 我立刻明白杨雪莉 叫我向上开枪的意图 不敢态慢 抬枪向空中的精密射击 子弹的撞击 使得已经松绝的几条六灵精柱 几声沉重的精体撞击 地面上只是留下几大片血污 仍然看不出来是什么 而且这几枪引起了连锁反应 通道尽头的位置 掉了大量的水晶石下来 将回去的路塞到死了 不过眼下不顾得这些东西了 听到肥仔在下边叫我 我答应了一声 看看左右没有什么动静 于是我们找路 转到下边 见肥仔在鼻子上贴着胶带 面上大片的血迹都还没干透 明叔和阿香都在到 肥仔他们的遭遇和我们差不多 不过由于阿香提前看到 这样才得以提前发觉 想不到他们一开枪 将我和杨树莉的命就救了回来了 究竟这些是什么来的呢 肥仔是贴着鼻子 说起话来就横横声 他指着上面一团血肉模糊的东西 他枪和铲并用 拍死了几条 好像是什么鱼 说完踢了踢那样东西 哎哟啦嘛 有几分像人 你们看一下是人还是鱼 我听到很奇怪了 像人又像鱼 不是怪鱼就是怪人的呢 如果不是就是人鱼 这样东西的体型 为什么看上去那么模糊 那么透明的呢 带着不少的疑问 我护低身 看一下被肥仔拍死的这一团东西 由于全身都是血 已经看不出他的体型了 这样东西多长 脑袋扁平 不知道是被肥仔拍扁的呢 还是本身就是这样的 他身体中间粗 尾巴细长 全身都是冰晶的透明细轮 也可以发出暗淡的夜光 如果不是全身都是血 在这种光线怪异的动物里头 根本就看不清他的样子 用手摸了那些冰淪 哇 手指啊 立刻就被割损了口 比刀片还要锋利 这只人没脚 两个类似如期的东西 生得好像两只人的手臂一样 他的手呢 生得和人别无两样 但是比例太小 连手臂在内 长度都只不过是正常人的手掌这么大 我仔仔细细地看了几次 对众人说了 这种东西有些像蛙蛙鱼 难道是那种两妻的灭灯银蛙蛙 传说这种东西确实是有灭灯之意 非常稀有 大小和普通婴儿差不多 专门是吃点蛇仔虾仔的 当年有权有势的达官贵人 往往喜欢在碧肉流离盘里养回一只生的 晚上将虎女头的灯关了 这样就可以看到她的稀罕之处了 比摆粒夜明珠还要阔气 不过养不得久 捉到之后最多只可以养几十日 而且死后的怨气很厉害 如果没有振宅的东西 一般人家家里头是不会养的 但是从未听说过 这种东西会直接伤人的 杨雪莉摇头说不似 用散兵刀 叫开这只野的大嘴 我们一看 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这只野的嘴里头没力 满嘴都是杜生的骨刺 还有几百个文文麻麻的肉吸盘 看来这种东西是靠吸精血为生的 杨雪莉说 可能那些被当成祭品的奴隶 被过去眼睛之后 尸体都是被这些东西吸干了 不知道这种血祭 是不是也都是属于 祭治鬼动仪式的一部分呢 这个时候明叔也插嘴说 确实是 好像是灭灯银娃娃 我前几年搞过两只花线尼 不过都造成了标本 后来被一个阿叉买了他 嘴里头是怎样的 我又真的没看过 我对明叔说 明叔你刚才竟然没有挂着自己走路 看来我们没有白帮你 你的觉悟有所提高了 我看到在那一刻 你的灵魂已经从黑暗走向了光明了 毕竟现在大事已了 我不由得已经放松起身 正想挖苦明叔几句 但是话都没说完 就发现周围只剩下肥仔 还有杨雪莉 少了个人 唯独是不见了阿香的踪影 我立刻站起身四周围一看 这一带的干尸 都被我们搬到了天桥上面 很多地方的精层已经老出来 只见地面上 有一长寸大血的脚印 是不见了 超线了 在两长寸大命的脚印 3 2 3 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